虽然在目前使用的中国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名 然而它在国际上 特别是在地理、历史、考古界的知名度 并不亚于楼兰一致哦 这里生活的人们始终离群所居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中国最大的村子你知道在哪里吗 它被称为塔克拉玛干的杜琪的绿洲 是世界上最顾忌的地方之一 它的面积呢相当于一个深圳 三分之一的上海 占地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公里 在世界第二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 有一块被中外考古探险家 称为世外桃源的绿洲 因其与世隔绝而显为人知 这块绿洲呢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达里亚布依 它曾有过一个地名叫通古斯巴兹特 虽然在目前使用的中国地图上 找不到这个地名 然而它在国际上 特别是在地理、历史、考古界的知名度 并不亚于楼兰一致哦 它为世人所知仅仅一个世纪之久 为了到达这里 你将尽力真正的起起落落 在沙漠中旋转 在沙漠中行驶 穿越芦苇 越过沙丘 你将体验到不同的习俗 穿越无人地带 踏上没有地图的道路 走进这个风景如画的天堂 达里亚布依 一河而建 背靠沙漠 浮阳成林 中国最神秘的古村落 在被发现之前 就已经有了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直到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 河田县政府才知道 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沙漠中 有一个古老的部落 达里亚布依 维吾尔予以为大河岩 这里沿河两岸 生长约57.5万亩的富阳 红柳和芦苇等沙漠植被 形成了一条绿色长廊 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不便 这里生活的人们始终离群所居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分别的生活方式 使得这里更加古朴和神奇 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村的部落 位于沙漠中心两百多公里深处 方圆近三百平方公里 即分散地居住着近两百户人家 约两千人 他们就是克里亚人 至今仍过着半定居 半游牧的生活 住所多用是用胡养牧建造而成 以囊和羊肉为主要食品 生活简单 通常几世同堂地居住在一起 它是中国最原始的乡村部落 也是最后的沙漠部落 这片大漠深处的桃花园 正渐渐地向世人展示它神秘的面纱 所以你想去看一看这个原始沙漠部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浪迹了沙漠 风霜了脸庞 望不见故乡 满眼的黄沙 蜿蜿蜿的伤疤 没有泪流下 我就像风飞沙 何时能停下 我像苍天呐喊 像歌一宣扬 我终将青春换给了它 连痛之间弹出的剩下 心之所动就随风却浪 我终将青春换给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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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当我离开她的时候 好像那海蜜瓜断了瓜羊 海洋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 当我和她分别后 要像那竹胎 牵挂在墙上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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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